传言片广,查了先讲 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调查团,我是佳佳 最近网上就有一条热论 就是说这个菜最好不要拿刀切 最好就是用手撕 如果用刀切的话 就会切了蔬菜当中的维生素 传言一出就引起了一帮主妻的激烈讨论 这帮主妻平时都有讲有笑的 有什么想的都会第一时间分享 但他们今天就因为蔬菜用刀切好 还是用手撕的问题逗得难分难解 还特意举办了一场辩论赛PK 我方观点认为用刀切菜比较好 为什么呢?我们几十年都用刀的 切多个菜多整齐啊,又好吃啊,对不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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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jump in. 我方观点认为手撕蔬菜更加好 你这个白刀,支支支支支支都营养得更快啦 哇,大家看一下这帮主妻呢 真是个个都是牙尖嘴来的 讨论是异常地激烈 工算工有理,婆说婆有理 那到底用刀切菜是不是真的会令到蔬菜当中的维生素 那除了这个刀切菜的问题呢,其实蔬菜呢 还有很多问题的哦,比如说 怎么样去处理那些蔬菜才可以最大保留蔬菜当中的维生素呢 我们今期节目一一为大家揭晓 中国有送万种的菜鸭 它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 然而菜鸭的变化主要因素取决于刀工 中国的刀工文化是一代一代全盛 我们今日所见到的刀工食物形态 就是历史演变而来的了 有看过美食纪录片《蝎沾上的中国》的朋友 不单只会对里面的各种美食垂然三尺 大村门正乘的刀工 更加令到一众小伙伴都吓呆了 厨房里面都光剑影 极致的刀工 再朴素的蔬菜 在厨师的刀下都会成为一件美食的艺术品 无论是片与片之间 事与事之间 快与快之间都非常干净利落 都不可以有伤炼 否则就会影响菜牙的质量 亦都影响菜牙的美观 刀不单只可以令到食物变得更加美观 而且还可以帮我们非常之方便 快捷处理好食物 但现在竟然说用刀来切蔬菜 会令到它的维生素流失 那暂时一听 这个刀和维生素好像大腩都扯不住 为什么会说切完之后 维生素就会流失了呢 而蔬菜当中也都是附含了各种各样的维生素 可以帮我们补充人体所需 所以我们都是要好好地去调查清楚了 蔬菜是身体正常发育 和维持生命所不可缺少的食物 蔬菜当中含有人体极为重要的各种维生素 据统计维生素C有90% 维生素A有60%都是来源于蔬菜 如果人体缺乏维生素 将会对人体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 而其中维生素C对人体健康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网上就传言说虽然蔬菜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如果用刀切蔬菜的话 就会导致维生素C的流生 所以为了保留维生素C 最好用手撕蔬菜 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对于这种说法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平时有没有用刀去切蔬菜的吗 一般上都用刀切过多 刀切吧 手撕 为什么呢 方便点吧 手撕吧 有时青菜就是会弄到绿色的东西 那些菜籽会弄到手指甲上 就会很难洗掉 没有听过一个用刀切 会切走它的维生素C 没有 没有听过吧 这个都没有吧 第四分钟就听你说了 当我一回的街坊采访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无论是用刀切蔬 还是用手撕菜 最大的原因都是取决于 个人的一个生活习惯的 以我自己为例 我自己就非常之懒的 很怕洗刀 平时如果说尽可能的话 都是用手来撕菜的 不用说洗刀那么麻烦 但是针对于某些蔬菜 比较硬的或者比较大的那些 比如说是冬瓜 又或者是番茄 又或者胡萝卜那些 就没办法用手撕 只可以用刀切 那到底用刀切蔬 是不是真的会令到 它的维生素流失了呢 无论是用刀切蔬菜 还是用手撕菜 大家都各有各途理 但是我们生活调查团 是追求科学家 我们还是用实验说话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了 桌面上 我们准备了两份的样品 它们同样都是包菜来的 这个包菜呢 其实煮法也有非常之多 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煮法 那我们今天就会选取一份 就是用手来撕开一块一块的 而另外一份就会撕成一片片之后 就把它切成丝了 那我们就会观察一下 这两种这样的丝法 会不会有些什么不同 那究竟用手丝是不是就不会流失当中的 这个维生素C呢 我们现在立刻来做实验了 包菜我们有叫它做卷心菜 资料显示它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最佳食物当中排行第3 包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维生素E和胡萝卜素等等 它的总维生素含量比番茄多出三倍 因此它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衰老的功效 资料显示包菜当中的维生素C的含量比吉子多一倍 比西瓜续续多了20倍 那手丝和刀切到底对蔬菜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准备两粒新鲜的包菜 一粒用手丝 另外一粒用刀切 好了 现在两份的养品都已经准备好了 在我左手边这个就是用手丝的 右手边这个就是用刀切的 稍后我们就会把它放置在空气当中静止半个小时 然后再回来看看它们的切割面颜色会有什么变化 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我们现在一起来观察一下两份的包菜样品 它们的颜色有什么不同的变化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手丝的包菜 它的切割面有什么不同 其实比起这些头丝丝出来的话 它的切割面是有少少变色的 是变得比刚才更加深的一个绿色 我们现在再来观察一下 这一边用刀切的 那我们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你来远都可以比这个 是较为明显一些的 我看到有些部分是变得比较深 甚至是偏黑色的 由此可见两份包菜的切口都发生了颜色变化 而用刀切开的颜色就稍微深一点 是不是意味着爆菜的维生素C开始流失了 我们继续实验 好了马上就来进行第二个实验了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准备了几杯的清水 和我手上的这一包高盲酸甲 可能有些观众朋友有疑问 到底这个高盲酸甲拿来做什么的呢 它有什么作用呢 高盲酸甲指红色晶体 它是一种强氧化剂可溶于水 经常用作消毒剂、漂白剂、水淨化剂等等 而维生素C具有稀常结构 有较强的还原性 当高盲酸甲遇上维生素C 很容易发生反应 那又会有些怎样的反应呢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示范实验 首先我们要拿一杯的清水 然后就加入适量的高盲酸甲 大家看不看到 这一杯高盲酸甲水是浓浓的紫色 那待会我会加入这个维生素C片 然后大家就这样抹大双眼 看看这个水会变成什么颜色 那刚才观众朋友就和我们一起见证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神奇的实验 就是氧化还原的效果实验 那刚才明明是很紫的一些高盲酸甲的水 加入了维生素C之后就变成了凳清的一盘水 那这个就是氧化还原的效果 哇原来维生素C可以令到高盲酸甲脱色 我们等会用高盲酸甲来验证 如果蔬菜当中的维生素C流失多的话 它也都会令到高盲酸甲的颜色脱色 我们准备好三杯清水 分别用手撕包菜和刀切包菜取等量的包菜 然后将包菜分别放入清水里面 而且将菜完全浸在水里面 五分钟之后拿出包菜 向三杯水当中加入高盲酸甲 看看水变色的反应 相信在包菜当中的维生素就已经溶解了在水里面 我们现在就将这些包菜捞起来 刚才我们将这些包菜捞出来 现在我们马上要和大家一起见证一个神奇的时刻 我们就要将这个高盲酸甲 加适量到三杯水里 分别是空白斗脚 和这个浸了用刀切的包菜的水 和这个是用手撕包菜浸出来的水 我们马上就加入高盲酸甲 通过它们的颜色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个是空白对照的 就呈现出高盲酸甲原本的紫色 中间这个就是刀切的包菜浸出来的颜色 其实相比于这个空白对照的话 它的颜色是要浅了一点的 但是就不会像我们刚才加入维生素片 完全变成了一个非常清澈的状态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用手撕的情况 对比起身的话 其实它的颜色是更加俱同于这个空白对照的 那我们将它换一换位 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得到 颜色来说的话 这个就是正常状态 而这个就是稍微浅了一点的颜色 那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用刀切过的包菜 它当中的维生素丝真的会有流失呢 如果真的流失了的话 又流失了多少的维生素丝呢 带着问题 我们马上将所有的药品打包 标号 然后再将它们送往检测中心 老师你好 我这里有四份药品 就是有手撕的和刀切的 我们想知道 哪一种会令到蔬菜的维生素丝流失更加多 那就麻烦你帮我们做个试验文 谢谢 检测人员先检测两粒原来完整的包菜的维生素丝含量 然后再分别检测手撕包菜的维生素含量 和用刀切包菜的维生素含量 最后对比差值 计算出两份包菜流失的维生素丝含量 19 livetts的召集 检测结果预考 手撕包菜的维生素丝含量 是每100克 32.8毫坎 原来完整的铺盒量 是每100克。36.46毫坎 两种双插了每100克。36.66毫坎 而刀切包菜的维生素丝含量 是每100克28.72毫均 原来完整包菜的维生素C含量 是每100克36.200毫均 两者相差了每100克7.56毫均 刀刺蔬菜流失的维生素C含量 是手撕蔬菜流失的维生素C含量的两倍 为什么用刀刺蔬菜流失的维生素C含量 会比手撕蔬菜的要多呢 我们还是来请老师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在蔬菜当中 它的细胞并不是非常整齐的排列的 那我们利用刀进行切蔬菜的时候 使得它的这些细胞都被刀切破了 那么使得里边的一些营养物质 都会很容易的流失 同时里边我们比较注重的 这些具有比较高营养的维生素C 等等的这些维生素 因为它跟刀的这些金属面 进行了相接触之后 使得我们的维生素C非常容易被氧化 所以的话它的这些营养物质 很容易在刀切的过程当中 都丧失了它原本的这些营养价值 因此可能手撕的蔬菜 会更加的营养价值稍微高一些 另外有研究发现 根净类蔬菜去皮之后 煮会损失百分之四十的维生素C 不去皮仅仅损失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好像萝卜、胡萝卜、牛和薯类等等 最好洗净之后大皮烹煮 如果实在需要去皮就应该尽量切成块状 因为切成C状或者片状 由于令到食物和空气接触面积增大 令到维生素C和B族维生素的损失 在烹饪过程当中 由于每个人的习惯都不同 对于蔬菜瓜果存在 先洗后切或者先切后洗的两种做法 除了用当节再会流失蔬菜当中的维生素C之外 现在还有些街坊朋友就说 在洗菜、摘菜和烹饪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 都很容易会流失蔬菜当中的维生素 这个说法又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准备了一大棵的大白菜 因为每棵菜的维生素含量都有所不同 用一棵大白菜来做实验 目的是减少不同棵白菜维生素C含量的差异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将同一棵白菜 取三块的菜叶 都是同样浸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 然后就取另外的三块菜叶出来 就将它们先切成一绿绿 然后再放入水里洗一洗 10分钟过了之后 将刚刚浸好的菜拿出来 然后用刀切成段 两份样品都按照不同的处理方法处理好之后 现在我们将两份白菜放入取样的袋里面 做好记号 然后拿到检测中心对其进行维生素C含量的检测 老师,我这里就有三份养品 这个就是白菜 这个就是用不同的顺序去处理的 这个就先洗后切 这个先切后洗 我们想知道这种顺序才可以最大保留 蔬菜当中的维生素C 谢谢 三个钟头过去了 我们拿到最终的实验结果 原来整颗白菜的维生素C含量是每100克 24.64300毫均 先切后洗的白菜维生素C含量是每100克 16.91200毫均 和原来相差了每100克 7.731毫均 先切后洗的白菜维生素C含量 是每100克14.5076毫均 和原来相差了每100克10.1362毫均 先切后洗的处理方法 维生素C的流失更多 我们蔬菜当中含有的维生素 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还有另外一大类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那我们一旦把蔬菜切开了 进行清洗的时候 蔬菜当中它含有的这些水溶性的维生素 比如说维生素B 维生素C的话 在我们的这个清洗的过程当中 就很容易溶解在清洗的这些水里面 原来先切后洗 会令到蔬菜当中的维生素 流失得更加多 而随着它浸泡的时间越长 这个维生素就会流失得越来越多 所以说电视机前面的街坊朋友 以后就可以选择 先洗了再去切它 这样就可以尽可能保留蔬菜当中的维生素了 如今的现代人想吃得健康有营养 除了要吃得均衡和选材要漂亮之外 烹饪都是很有讲究的 怎样煮才可以最大保留蔬菜当中的维生素C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些不正确的保存 或者不正确的烹调方法 会令到蔬菜当中大量的维生素 在不知不觉当中受到破坏 甚至百百损失了 到底哪一种烹调方法 会令到蔬菜里面的维生素C大量流失呢 我们先问一下街坊 你觉得我们以下这几种烹调方式 你会觉得哪一种会令到蔬菜维生素C 会流失比较多 好 令到蔬菜的维生素C大量流失的烹饪方法 排在首位的就是炒腊 其次就是水煮 因为油炒导致蔬菜流失维生素C多的原因 是因为温度过高 水煮就是因为煮的过程当中会烹盖 而且还跟水接中 从而导致蔬菜当中的维生素含量流失多 到底怎样的均衡方法才可以最大限度 保留蔬菜当中的维生素呢 我们现在立刻来做个实验了 在我们面前就放着三种的烹饪方法 第一种就是蒸的 第二种就是煮的 第三种就是炒的 同时我们准备了一盘的小白菜 稍后我们会取相同量的小白菜 就用这三种的烹饪方法去煮它们 同时就会煮相同的时间三分钟 我们今天的实验样品是小白菜 并取等量进行实验 第一份小白菜用清水将它煮送 第二份小白菜用蒸的方法煮送 而第三份的小白菜就用油炒煮送 四个小白菜用烹饪方法 我们在这里有四份样品 这个是蒸的 煮的 还有炒的 这个是生的 我们想知道哪一种烹饪方法 才可以最大限度保留当中的维生素 谢谢 谢谢 维生素丝含量 是每100克 21.90毫 而和之前相比 维生素丝含量流失了 每100克 0.08毫 最后用油炒的小白菜 维生素丝含量 是每100克 20.22毫 维生素丝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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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量流失最多 水溶性的这些维生素 非常容易在水煮的过程当中流失到我们的这个水当中 而且因为我们水煮的蔬菜 它的这个煮的这些水量比较大 最后都是被倒掉的 因此它的这个维生素一旦出现流失之后 我们很难在其他的地方再找回来 所以它的这个营养浪费会比较大一点 那我们一般草和蒸的这个过程 我们的这些蔬菜它接触到的水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的少 它的调查结果显示 原来蒸煮炒三种烹饪方式 水煮是会令到蔬菜当中的维生素 流失得比较多的 那如果说有时想吃得清淡一点 事必一定要却菜的时候 那在却的过程中 又要注意些什么呢 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快速的来进行加热 那譬如说煮的时候 我们尽量少量的把这个蔬菜 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放进去进行 我们的这个煮制 这个过程呢 可以让这个蔬菜很快的就会烫熟 那么我们就快速的把它捞起来 那么这个可以尽可能的减少 我们水溶性维生素 流失到我们的水当中 除了减少水煮的时间 还可以往水里加入少许的食盐 或者是砂糖就可以了 这样是因为水里加入少许的食盐 或者白砂糖之后 煮蔬菜的水的密度发生了变化 维生素C 就会在渗透压割作用之下难以流出 煮菜到一会儿 用急火快炒是合理的烹调原真 维生素C 在60度到80度是最容易氧化 急火快炒可以令到维生素的损失 降到最低的程度 好 调查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想吃蔬菜吃得健康又有营养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做到可以用手来撕菜 尽量避免用刀切菜 因为用刀切是真的会令到 它的细胞组织被破坏 从而流失了部分的维生素 而在洗的过程当中 最好就是先洗后切 洗的过程也不要浸泡太久的时间 因为维生素是很容易溶于水当中 心机时间越长维生素就会流失得越多 最后就是煮的过程 煮都不适宜煮太长的时间 只要你遵循了以上几点 就可以吃得健康又营养 今期节目时间到这里都差不多了 如果电视机前的你想关注更多 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妨是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的8点半 关注公共频道生活调查团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拜拜